这下呢由于在上线两个人的传球都受到了广东队的防守高压的对抗 所以知道非常生气就是这个进攻啊就是打得很制色直接生气了要换人了 这个问题出在了哪儿 黑腾最后时间没有投那对方其实还要突 他说的是要投啊 这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年轻小将陈强霜 这投不了啊 吴敬尼亚这个人才踏距太大了 男儿啊就感觉这个人我好像不认识他一样 他前两天一阵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篮球人才 他们是 走过第一下转身 你看他还有这一手 同样的位置 但是再给刘宗这次被被子里冒掉 防守和三分 这个相当于是最过去的所有的职业经历里 中身右手再抛 抓着老毛子就拔球还是没脸出来 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是不是让周日导或者朱总给指导指导啊 调一调 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于 就是就是开窍的那一瞬间 今天西日岛有点上头啊 陈恒冷静了半截又同学回来了 啊 还是这种半场的高压防守 呃 乌白苏九非常不适应 啊单打 需要个掩护我队 这个位置可以打 跳了很慢十秒了 上线直接是强烟雾 转的道没人 赵宏佳再给贝兹里正面一打二 预见的三分 可以打 但是他没有打 又再等一个 哎这就好球 重队的团队再打 倒数 因为武斯尤其是到了广东队之后 打这个杜指导的这个 非常流畅的攻守体系 打六次贝兹里 这个又将 这个陪伴广东队里几天 这么多不见得有这打的痛快 张宏佳 好球 你再不投 你就失去登场机会 好球 黄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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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顿 漂亮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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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球 好球 function 好球 好球 给黄仁奇掩护这一下非常好 他不定压这时候还特别 好扯啊 压照的远头 半场比赛就是这样 走三 找不清 这种球 一高一矮的联系 也就是转移 看看南京队的 这个脚底的滑动 其实已经够快了 但是打球了 抢断 就是在真正的联赛里 乌廷佳在场上的时间 去抓这几个机会球 自己就这么几 这心态比第一场好多了 再出来自己的节奏 想绝多 15分 小明石上赛季的三分的量 最后的对他的两个挺多的 不是虽然今天是报名了 但是应该不打 这球掉得很舒服 漂亮 这个能够打开窗口的那一瞬间就必须传过去 他在比赛场上的自信是要提升了很多 这边的主打 这是我们在这么多年选秀下来 其实收获到的 两个万元打选 大戈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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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兹里的休息呢 还是一个标志 今天这个比赛呢 差不多了 保护运动员 这一脚油门 漂亮 这一脚油门直接绕了一圈 干到了人很多 可用的其实到很头疼的一个现状 二伴儿的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首先是要 有很多是要适应职业 这个还没有固化下来的体系 再加上更加新的人员 很多东西 他会是要有一个能立得住的一号位 所谓的立得住的一号位就是 最后一公 漂亮 这个质色的 非常强全面的一个 Yeah I think you can move well 自己拿 默契 漂亮 同时期这个开始开窍的样子了 已经没有难了 已经是 用几家出不了手 在都知道刚才的这个表达当中 能够感受到他认为对手这波的体势 延误 没加击直接回来 反而是个犯规 退后自己投了 这可以打中方 但是呢 应该打四号位是更舒服的一个选择 可能说这个球没攻啊 没有抠出来 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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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